这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祭祀活动 从它开始 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意 春节就进入了人们的期盼中 小王爷是我们的一家子录 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会 上天也好死 小姐包拼来 从农历的腊月二十三到正月初一 这位画中的神仙造网爷将返回天庭复职 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一年里的种种家事 由于身居造坊 执掌民间伙食 因此造网爷也被尊为火神爷 据说火神爷还是成性的十足 相传五地时期 专须的两个后人 仲和梨 分别掌管着祭祀天上神灵 和管理土地百姓的工作 祝荣是他们所担任的职位 后来祝荣便成为了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火神君 这个成性呢 是无底之一的专须的后代 这个种栗呢 就是竹荣 就是获税竹荣 所以这个成性呢 和竹荣啊 它也算是竹荣的后代 上古传说的真实性已不可考 据史料记载 成性的起源要追溯到西周初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喜欢分封的朝代 周朝的国土 被王以奖赏的形式 分给了众多的兄弟子嗣和有公之臣 一个个独立自主的诸侯国便由此而诞生 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年 洛阳东的土地上 迎来了一位新封的诸侯王伯福 由于在平定管输之乱中贡献突出 被周公鸡蛋封在了这里 成为成国的国君 据说他就是仲敌的后人 而关于成国的所在地 史书中只为人们留下了一个生僻的地名 上城巨 和中国的许多姓氏一样 除了少数民族或部分人员的改姓之外 成姓的来源也主要出自于以国为姓 但当时的陈伯福不会想到 自他之后的三千多年里 他的后裔竟会发展成六百六十万之中的人口 在目前全国姓氏的人口排名中 成姓居第三十一位 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五七 随着周王氏的衰落 日渐强大的诸侯国开始互相倾压吞并 夜已衰落的成国很快便在这种弱肉强食中蚕食殆尽 而他的子民就以成为姓 在战乱中迁居到了当时的晋国 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地带 这个时期成姓氏族中涌现出了许多知名人物 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 最耳熟能详的则是一位名叫成英的忠臣义士 成英可以说是整个成姓家族中 出名最早的一位人物 两千多年前的成英自然不会想到 自己救主的一举竟会流传如此长的时间 那时晋国的王族之中 正经历着一场血雨腥风 掌权的司寇图暗谷 为铲除异己发动了下宫之变 将赵氏一门进杰诸上 唯有身怀有孕的赵蛇之妻 因是晋成宫的姐姐得以在宫中避难 在紧张到令人窒息的几个月里 她的肚子始终牵动着晋国的政治走向 图暗谷的眼线遍布宫中 在她看似强大的内心里 却时时充满了对那个未出世婴儿的恐惧 当听说婴儿出世后 她便第一时间赶到宫内 却怎么也搜寻不到那个刚刚降生的男婴 图暗谷呢 就带这个兵将去搜 搜查 要把这个她的义副罪要给她害掉 当时呢 赵成功呢 就是赵说的 妻子啊 就说 就祝愿 所以我们找家要是 天 上天 让我们找家短根 短子缺碎 你这小孩就哭 如果上天要保佑 我们找家这个根啊 你就必要哭 这小孩就没有哭 所以这一难得你都过去 与此同时 藤英的府中 也有一个男婴孤孤坠地 而他的出生 似乎就是为了完成一种使命 我们无法想象 成英是如何做出那样残酷的选择的 这是他整个救主计划的重要一环 风声鹤唳的危急情形下 他用自己的幼子 换下了赵氏唯一的血脉 随后 他又出卖了 世卑知己的公孙楚旧 眼睁睁 看着朋友和儿子相继被杀 而成英在忍辱偷偷生中 将赵氏孤儿养育成人 十五年后 已经换作赵武的孩子 被当时的晋景宫 赵武宫中为其护卫 重为晋朝清室 随后 赵武带人诛杀了图案 报了灭门之仇 赵武二十岁时 成英为其举行了成人观礼 此时的成英 已经放下了心中 积累已久的重负 怀着对朋友与儿子的愧疚之心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而成姓氏族 又一次开始得起 颠沛流离的生活 成英的大儿子叫波匹 他后来就成为安顶城市 中国姓氏的波迁 几乎具有相同的特征 都是由于后裔到异地做官 或者为躲避祸乱 而迁居异地 然后子孙便在当地繁衍生息 成姓的波迁历史也是如此 成英的儿子薄匹 后来成为安顶城市的始祖 随后 城市中的一只 又迁往了山东东阿 这一只中 出现了一位 被誉为九千岁的人物 这位被称为九千岁的人 首使大阪府常在半路杀出 他就是随末唐初 鼎鼎有名的成姚金 相传成姚金自幼丧父 家境贫困 以边框为生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历史上 以粗线条著称的人物 在其年幼时 却为中国的医学 奉献过一段神奇的典故 相传成姚金的母亲 在生下他后 身体虚弱多病 也就是如今所说的 产后综合症 成姚金长大后 为了给母亲治病 日夜边框攒前 母亲在吃过一次 郎中开的药后 病情有所好转 但是仅靠边框的收入 难以维持长期的药费 于是成姚金 就悄悄跟在郎中身后 将郎中所采的草药记下 自己采回来 煎给母亲喝 不久 母亲的病居然痊愈了 为此 成姚金给这位草药 取名为义母草 义母草在今天 已经成为中医治疗 妇科疾病的特效药 而成姚金的名字 却在中医史上被渐渐遗忘 这或许是因为 他后来在时代发展中的 名气太盛所致 随末的动乱中 成姚金被迫落草为寇 投奔瓦岗寨 以其勇猛善战 被推举为首领 在民间传说中 成姚金不仅是当时 最大的起义军首领 甚至还曾自建朝代 国号大摩 做过几天皇帝 所以因为他的广线比较大 后来这个在习语里面 就说他跌位高 是九千岁 实际上他就做过国公 封口国公这么个会 号称混世魔王的成姚金 拥有传说中 威力无比的三板斧绝招 乱世之中 他就凭着这三板斧 从一个节道者 成长为起义军领袖 从山东到河南 成姚金无意中 又回到了祖先的发祥之地 瓦岗寨中 拥有当时中国 最优秀的精英人才 却推选不出一个 可以领导群雄的帅级人物 成姚金带领着 这群落魄的英雄 一度投靠在 洛阳守将王世冲徽下 最后在隋唐两朝的争夺战中 走进了唐王李世民的大营 由于程耀金在这次回祥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推翻隋朝之后 被封为卢国公 成为林燕阁二十四台国功臣之一 成姚金打仗是很勇敢的 打击仗他用一个斧头 所以国际说 成姚金打仗呢 散斧头 散斧头如果看胜了 胜了就胜了 不胜了就不打了 这个他离了很多斩功 差一千岁没当上万岁的程耀金 虽然没有创造一个时代 但却在老百姓中 永远留下了不谈权贵的汉后形象 靠着三板斧就挤身武将功臣的塔 也成为成姓历史上品级最高的人物 随着唐宋两朝相继在河南建都 成姓后裔也随着国家政权的转移 回到祖地 公元1082年 位于河南洛阳田湖镇的两棵柏树 迎来了两位学士 从此 他们的生命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 之后的近一千年里 他们用自己的忠诚 默默地守护着一座祠堂 祠堂的主人是被后世称为 汉堂以来无双世 而今一落第一家的著名理学家 陈浩 陈怡 陈怡 兄弟 周敦怡的影响对儒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二成似乎天生不是做官的料 在北宋的政治变革中 他们屡遭贬折 最后回到故乡 以讲学为业 声名天下 作为儒家弟子 他们在无形中承担起了 创建新儒学的重任 自汉武帝废处百家 独尊儒术开始 儒学就成为在中国 一览众山小的学派 然而到了唐代 他的地位由于佛教和道教兴盛 而遭遇到了极大的挑战 到背诵以后 称好陈怡兄弟 他们就一方面吸收 佛教思想里面一些优异的东西 另外又继承入学的传统 创建了新的理学 中国思想家统治地位 而且这个思想 理学思想不但在中国影响 引用到朝鲜漫道 日北东南亚 那佛摩从小 佛摩都说了 当时我爷爷都给我说 我们家 我们称家有称夫子 那个时候 我就知道我是原子贝 我们都不认识 在大游戏 一看到你贝 这个你比如说 你叫称元什么 你是元子贝 你是称相什么 你是相子贝 这样的话 百分不乱 而且呢 不管你年龄大小 你比如我年龄大 另外一个年龄小 他不要北个 北长啊 我得称他叔啊 称什么 这就是这样 66岁的陈光照 在年仅30岁的成立墙面前 是孙子贝 老先生 您叫他叫什么呀 叫爷 叫爷呀 您这多少本 我三十代 三十代 这我叫 大了 成立墙的辈分 是同辈中最大的 他的父亲 成立顺 更是成性辈分 祖爷爷的级别 听说您是成性里面 辈分最长的一个人了 嗯 您是多少辈呀 嗯 六十九代 二十九代是目前成性最长的一份人了 嗯 现在是六十九代 都没有记得 我还有三四个哥 就你们了 哦 我最小啊 从爷爷那开始 你们这个 这是从我父亲开始 哦 请您父亲 哦 您父亲等于是弟兄四个 我 我父亲跟我说的都是 在那个行程里不能乱 你都在全国外回的世界 你都是持续 你不管你当着他 你都说 你成俗的行赏 叫赏 你都都不 当着都用照片 阿尔城的后人 现在已经延续到了三十六代千字辈 与成玉顺的辈分整整隔了七代 于秀光源想传打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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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短短的八个字 将成姓前后八世子孙的辈分 永远固定了下来 从此以后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仅凭这个姓和辈分 就能找到自己的同宗同族 如今的一川成姓 已经遍布全球各地 每年都会有许多海外人士 回乡祭祖 作为与生俱来的生命符号 中国的姓氏 留给后人的 是如海洋般宽广的归属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